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提示 数字时代 不管是扫码支付 购票乘车 还是核查健康码 几乎都离不开智能手机 可对于不少用不好智能手机的老年人而言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春节期间 如何才能便捷出行呢 当前 为了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我们不管是乘危机坐火车 还是出入商场公园 都需要核验健康码 那对于不使用智能手机的老人 孩子等人群 该怎么办呢 首先 老人或儿童出行 如果有人陪同 最方便的办法就是由陪同人员 代为核验健康码 目前 全国各地的健康码都有这个功能 只需要在手机上输入老人的相关信息 进行身份核验后就能获得健康码 像北京健康宝还专门设置了老幼健康码 助查询功能 只需输入身份证号码就能查询 操作更为方便 还有像四川天府健康通则提供了离线码功能 离线健康码生成之后 可下载并用纸打印出来 老人儿童可以随身携带 在7天有效期内使用 除此之外 刷身份证自动核验健康码服务 也正在全国推广 像北京 上海 广东等地一些场所 已经开通此项服务 手机扫码不再是必须想 那如果是出远门 铁路 民航等部门也给老人和孩子提供了便捷核查 对于老人和儿童如果没有智能手机 可以向我们的工作人员求助 工作人员会协助使用健康码查询机 进行人脸识别来帮助核查 民航方面 针对老年旅客查验健康码的难题 大部分机场和航空公司 均安排人员为不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人 做好服务引导和健康查验 如北京 大兴 深圳保安等机场 通过在航站楼入口设立无健康码通道 配备健康码查验终端 提供纸质版健康申报表等方式 协助老年旅客办理健康码申报 出门在外 我们常用的一些出行手机软件 也都推出了相应的试老版本 除了字体更大了 也添加了不少试老服务 我们可以通过12306APP 为老人预约重点旅客服务 老人乘车时 我们就会安排其优先进站 便捷出站 车站还提供了轮椅等辅助器具 如果是给老人购票 12306购票系统 也可以识别60岁以上的老人 优先分配下铺 如果是多人同行 一份订单 系统也会自动分配相邻的座位 那如果是老人打车出行 也不用担心 用不好打车软件的定位功能 在助老模式下 老人可以直接点击一键叫车 系统会自动识别老人位置 并发送给司机 老人上车后 也可以当面与司机沟通目的地 对于完全不使用智能手机的老人 家人可以先在网约车平台 帮老人进行实名认证 老人出门可以通过电话来叫车 平台会识别60岁及以上老年人 优先呼叫出租车 叫车成功后 平台会向叫车人发送短信 提示车辆信息及预估到达时间 并通过电话联系叫车人 面对老人扫码难 出行难 各个行业 各个城市 都有不同的势劳举措 相信在这个春节期间 老年人的出行会更加便捷 出行环境也会更加舒适 好了 服务观众 服务生活 您可以登陆央视网 或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 央视频 搜索生活提示 了解更多节目内容